民生安全的事情 這是一個基本權利的事情 那麼到底李明哲是什麼原因 被拘留在那裡 我們覺得還是要透過 這樣的一個正式的管道 我們也呼籲對岸 對我們這樣的一個要求 應該要早日的正面的來回覆我們 陸委會是拒絕透過民間團體 來跟對岸做接觸 像李太太本人 她也是說 其他的管道 其實真的是消息的真真假假 都沒有辦法查證 李太太本人也是這麼覺得 就是說只有陸委會海基會 這樣官方的管道 那麼這個才是正確的管道 也才能夠這個來 就是說確認這個消息的真假